刚刚采访了一个网约车时机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每个月赚4500块钱 合下来每个小时赚10块钱 十心十块钱 这个时机三年之前买的车 用恶狠粉的骂街的语气 和我说了一句话 现在这个车它要卖的话赔死 它那一款广自开头的车 经典的网约车只能卖到几万块钱 买的时候可是20多万 不卖就得熬死 天天熬在这台车上面 一个月赚个四五千块钱 关键是每个月 还背着几千块钱的房贷 这里是郑州 前几年郑州房价高涨的时候 戴口罩之前 觉得自己收了有点钱 也买了个房子 一个月还着小三十千的房贷 这就是现在网约车司机的 真实的生存状态 江康哥给大家一句忠诚的劝告 不要再去做网约车司机了 想着买车跑网约车的 一定不要再考虑 靠网约车司机这个职业 去赚钱养家了 如果逼不得已 真的要去跑网约车的话 建议大家去租车 而不是去买车 买车赔钱还不赚钱 买个车 起码车的损耗不是你的 这就是网约车 这里是郑州的网约车 实况报道